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赵体验馆 在之前的视频中呢 我们曾经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好用的耳机 随着科技的发展 百元级别的真肉线耳机 也是一直在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 存价格 带功能 再带体积 可以说是无所不卷 卷到无数可卷的时候呢 拼的就是性价比了 如果我说现在只需要139元 你就能够获得一款拥有主动降噪和通透模式的蓝牙耳机 你感心吗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以性价比著称的老朋友QCY推出的 T13 ANC主动降噪耳机 先从外观看起 包装上还是延续QCY的老传统 侧边醒目的logo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打开包装盒 里面包含充电仓 耳机本体 Type-C充电线和可替换的耳帽 充电仓延续上一代T13的太空舱外形 表面变成了微磨砂的质感 整体比较小巧 开盖磁吸的吸力适中 耳机采用热耳式的短柄设计 同样是磨砂质感 戴上耳朵以后 跟我的耳道贴合程度还是蛮高的 而且也没有感到明显的入耳压力 在音质方面 T13 ANC的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虽然打不过那些大几百上天的耳机 但是在这个价位中呢 也属于不错的水平了 毕竟还是使用了10毫米的生物膜动圈喇叭 在这里呢 也是给大家播放一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动降噪 其实啊 在这个价位的蓝牙耳机 已经普遍具备了降噪功能 降噪效果呢 也都还不错 但是拥有主动降噪 而且还能调节降噪深度的耳机 还真不常见 T13 ANC可以通过APP 来调节降噪深度 最高可达28分贝 不仅如此 它还带有通透模式 同样也可手动调节 市面上大部分具备 通透模式的蓝牙耳机 都只有打开或者关闭通透模式的功能 能手动调节的 哪怕是在高效率的耳机中 也很少见 除了可以手动调节降噪深度 和通透深度以外 T13 ANC对风噪 也有相应的处理 这样呢 就使它的应用场景更多了 这款耳机呢 也支持四脉 ENC通话降噪 在通话清晰度方面的体验 也还是不错的 下面呢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不同环境下 它的降噪效果 A1C ON PASS 3 A1C ON PASS 3 怎么样 这个降噪效果 不知道还对不对 你的胃口呢 同时 T13 ANC还采用了 最新的蓝牙5.3 延迟较低 有打游戏需求的小伙伴 也可以获得不错的体验 在续航方面 T13 ANC 有30小时的总续航时间 单次使用时长 在7小时左右 日常通行 或者是打打游戏 都不太需要担心 续航的问题 总的来说呢 除了在音质方面 对显不足 在通话降噪和细节的处理上 我觉得T13 ANC的表现 都是远超这个价位的 每款耳机呢 主打一到两个卖点 其实也是QCY家 一贯的风格 把一个点做好做头 再把价格押到最低 这也不失为是一个好厂家 应该具备的素质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们对QCY这款 主打降噪的耳机 T13 ANC 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可以把你的想法 打在公屏上哦 让我看看 这里是小赘体验馆 认真分享 每次产品使用体验 关注我 看更多开箱 下期开手吗 你在评论区说了算